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米飞波切听到王要召见他的时候 他一定以为今次性命难保了 大卫王见到米飞波切的时候 不单止没有杀他 反而直接称呼他的名字 米飞波切 然后对他说 你不要害怕 我要因为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 私恩于你 而且将你祖父素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 你都可以时时跟我同籍吃饭 米飞波切不但保住他的生命 而且可以拿回他失去的田地 还可以跟大卫王同籍吃饭 就可以成为王的儿子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 是多么豪大 神用慈爱待我们 虽然我们犯罪离开神 你应是接受罪的刑罚 就是永远的死亡 但是神直接称呼我们的名字 呼召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而且对我们说 不要害怕 因为他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而是要叫我们因为他而得救 不但这样 他还要将我们因为罪而失落的东西 再一次归还给我们 因为罪 我们以前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 伤害别人的人 滥用自己的财干 去为自己建造 好像沙土一样的皇国 心里面充满妒忌 过着一个没有安全感 和惧怕的生活 神要再将平安 和喜乐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一步一步 成为像基督 服事他人 而且一个是有封性生命的人 他更加要应许 尚与我们同在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要为我们摆设封性的言直 在生命里面 每一个环节 都要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的力量 和盼望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他就赐给我们拳兵 做他的儿女 这份喜不就是 那个比天更高 比海更深的恩典 神因为耶稣基督 向我们施持爱 他又没有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神的义 这样我们应该 怎样回应这份恩典 我们要相信耶稣 每一日经历 他奇妙的恩典 我们也都要 每一日歌众神的恩典 心里面充满感谢 口里面发出赞美 你愿意吗 欢迎喜望 欢迎喜望 歌声开篇 歌声开篇 大家来 高声唱 祝你时之功 就算一年 歌唱不远 歌唱不远 就算主辈子 歌唱不远 主一帝天更多 主一帝海更山 主一帝天更多 主一帝海更山 赏山上 人为何心发出感者 欢声唱契拜升ien 重赠注智来无限 施晴感 让每个口气唱今 vidéo 请这神无限season Porque每天告序主 cul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